各位好 三年前准确的说是2018年4月15号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 不一样的烟火一样可以绽放 写的是什么呢 说是一套真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 是好东西 三观证 说的其中最三观证的是同性恋 以及跨性别这种性少数派人士 他们不是疾病 它只是一种生理上的选择的不同 在三年多之后 也就是这两天 几乎所有的大学的 有关于性少数群体的公众号 全部被放掉 这个事情三年之间产生这么大的变化 从人民日报公开的 紧跟世界的潮流 尊重性少数群体的权益 到直接封这些号 到底表现了什么东西呢 其实是这样的 现在有两个群体被打压着 一个是性少数群体 另外一个是女权群体 这两个群体有它自己的问题 这个我必须要承认它有他们自己的问题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他们本身有什么问题 而是整体的给他们这个压力 让他们变成了一种有问题的东西 比如说 这个这回打压是为什么呢 境外势力 我今天我看到网上有人在扒他们 说很多这方面的NGO 是这个由外国基金会来提供资助的 比如说又出现了这个非常非常著名的福特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在中国基本是臭名卓著 资助了很多在我党 或者是某些人看来的境外事业 反对中共的团体 反政府的团体 但是他们从来没跟人说过 福特基金会还资助了很多政府的项目 这个他们就不说了 这个他们就不说了 但是您说这个以此为借口打压这个性少数团体以及女权 为什么 只是因为说他是叫什么 境外势力吗 怕颠覆政府吗 其实不全是如此 这方面肯定是有一部分考量的 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下 这个不是事情的全部 比如说呢 我跟您说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他们怕什么 怕的是认同导致的组织化 我家读博 疼 是这样 这两个群体是最容易造成认同的 就是身份认同 也最容易有组织化 身份认同 这些东西会让他们对抗社会的压力 因为毕竟他们是少数 对吧 而这个少数 它又不是说绝对的那种特别特别稀少 因为同性恋或者是加上其他的LGBT这个群体 它其实占人类的绝对数量完全不算少 而往往这些人呢 他更具备一些能力 消费能力 这个呢 它是一个社会上的精英群体 这个是有研究的 这个是有研究的 它是一个社会上的精英群体 这样的话呢 根本你就 如果你去打压它 对吧 或者是社会上也对它有所不满 甚至于你不用去打压它 它都会有一种暴团意识 因为它占少数 绝对数量不少 但是它占少数 对不对 这个跟女权也是一样的 女权实际上来讲 它更多的 您说它女性占一半啊 占人类差不多一半的人数嘛 对吧 但是呢 它权力又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 那肯定暴团的机会就大 你这玩意还没法说 对吧 人家还正当权力呢 所以呢 也是一个被打压的对象 还有一点呀 是什么呢 这就要说到这个道德小山包了 在现阶段各种各样的打压当中 对各种各样群体打压当中 那对这个群体打压 是更多的是体现的一种 还有一种是道德 他们认为呢 这个性少数群体是不道德的 在中国来讲啊 它是一个叫什么呢 性本身 一直而言 它就不在一个道德领域里 它是被道德严重压制的一个领域 对吧 那在这种状态下 如果你把自己作为一种道德上的 站在道德小山包上 你就可以往下冲锋吧 对不对 彰显自己的道德优势 而这样的道德优势 更容不下性少数群体 可是呢 这事有点怪 为什么呀 我必须跟大家说起 中国呀 其实自古以来 对性少数群体 其实没有多大的恶感 你说它有没有一定的歧视 有 有一定的歧视 但是没有过多的恶感 它跟西方是不一样的 那西方的文化源头 比如说像罗马 对吧 包括像这个希腊 那个是有同性恋传统的 南童 南童 它有这个同性恋传统 它认为那是好的 但是呢 王夏以后 王夏以后啊 就是所谓的亚伯拉罕三 就是犹太教 基督教 这个也是天主教 是一分支了 然后呢 这个伊斯兰教 亚伯拉罕三教 对同性恋 是有极端歧视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呢 一直以来 就是在 在近现代之前 对同性恋和性少数群体 一直是打压的 这个原因 对他们而言 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他们的一种教义 你看一种教义 他认为呢 就是说这个 你看啊 这个西方人呢 他结婚的时候 为什么去教堂啊 对吧 这些年 这个一直以来是教堂 是因为啊 这个他们认为 这个婚姻这东西呢 是在上帝面前见证 然后一男一女 哎 反眼生息 这是由上帝来做见证的东西 那他规定的就是一男一女 他对所有对这些性少数群体 他天然的 他交易上 就抱有恶感 但中国没有这种事情 中国一直没有这种事情 中国呢 对这个群 对这些群体 他有一定的轻视 但是没有这种 从宗教意义上的 整体文化上的 这种压制与排斥 你说什么 分桃断秀 龙阳之后 这些东西在中国古代 他会轻视这些人 就是说 他觉得这些人 有一点点贬义啊 说这个有一点贬义 但是不会太歧视他 那也没有人去把他去哪个 拿石头砸死 也没有把他 把他们去烧死 这个是中国古代文化 开明与先进的地方 近现代之后 那西方走入了另外一个方向 更注重个人权利 更注重个人选择 而且从医学上证明了 这些行为 它是一种天生的 它没有 它不是一种疾病 它只是一种选择 自然的选择 对吧 OK 那从此以后 他们就走上了 让性少数群体获得他们应有权利的这条路 这条路其实很艰辛 他们也走了很久 很久 现在看起来还可以 但是实际上 他们某些歧视还是存在的 而且在社会上有了极大的争议 比如说这种厕所你怎么办 对吧 那你这个厕所是不是 美国就是吗 说这个不分性别的厕所 那有很多人就很不爽 很不爽 这个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定的讨论 以及混乱 但是它整体的这个对人本身的这个权利的尊重 还是一直在往前推进着的 可是呢 中国在近现代的时候 却出现了与我们原本文化不相容的东西 到开始歧视以及打击这个性少数群体了 但原来我们没有的 没有这不干这事 这事才傻逼了 中国人不干 现在才是 那真正说他们为什么会如此 是因为接了这个接了这个西方 西方啊 前近代这个一波 你就是接的是这个老马的一波吗 对吧 那他的这个思维模式 他依然还是在那个地方 这一八几几年的时候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个东西等于是歧视性少数群体 本身就是境外势力 打下的烙印 这跟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 以及现代的整体的人类文明是不相容的 就这么简单吗 是吧 然后啊 这个呢 还有一个东西啊 是很多人没在意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呢 就是说打压这些群体啊 有助于啊 把这个生产小韭菜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您看最近啊 最近我昨天刚说完 我昨天那期节目刚说完啊 这个学区房 对吧 学区房最大的改变 就是把坟头改菜园子 全给你抹平 某号之前买个房子 这个您就还可以上去学区这个学校 某号之后买这房子的 你就全都是随机分散 对吧 OK 那这是为什么打击学区房 让那个很多人的学习成本啊 降下来 学习成本降下来 这个降下来呢 不是指不是让教育资源更丰富 教育资源更平均 而是让没有这个 没有学区房的人和有学区房的人 给你拉平 你要吧 就这么个玩法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啊 让很多人就是说 把希望寄托在这个随机的分配上 那其实那些那些好的学校的名额 也轮不着您多少啊 这您放心的事 那第二个是什么 这段时间在宣战大波一事啊 是这样的 这个教师呢 取消还暑假 也不是全取消啊 就是说有一大部分时间 你要回学校来接着工作 干嘛呢 看孩子 看孩子 孩子来不来 其实没关系 您知道吧 他只要那个谁 你老师在就行 那老师变什么了呢 老师其实在寒暑假里 他不教课 他是一托儿所 您明白这意思吧 就是他是给家长当幼稚园老师 就是看孩子用的在学校 你至于你说 你说你那个是不是能够补课或者上学 这个完全不重要 那为什么要看这孩子 是减低 减低家长在陪伴上的时间成本 这很简单啊 就是告诉你 你孩子 你因为一般孩子寒暑假的时候 家长其实很担心 我老妈是老师 对吧 那我小时候 我放假 他放假 这也没事 那有几个能像我这样 是不是 双职工家庭 对吧 两个人都去上班去了 那孩子在家里没人管的 这个呢 就极大的提高了 抚育的成本 那如果要是把这个老师又给弄回学校 让你过不了寒暑假 让你帮着这个家长看孩子 这个很多的这个养育的抚育的成本 它不就他妈降低了吗 是吧 那如果你这个成本降低了 寒暑假有人帮着看孩子 平时这孩子还能上学 你不就能多生孩子吗 就这么简单吗 这事 这事想什么呢 这所有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的 它都奔这走的 对吧 包括性少数群体 对不对 那打压你同性恋 你他妈就 你就你就去老老实实的一男女生孩子去 你同妻 对吧 你也得当 或者你不喜欢 你是你是你是雷斯宾那个东西 你也可以去嫁人吗 你你虽然喜欢是女人 对吧 但是你作为女人 你还是可以生孩子的嘛 对不对 打压这部分群体 包括女权 包括女权 让女人 回归到家庭里面去 去生孩子 去养育孩子 然后生产更多的小韭菜 这人口嘛 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吗 我们现在 我们虽然是说 我多少次说了 我虽然是说吹牛逼 说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什么 人口没 没什么问题 我们还继续增长 那都是假的 那他妈纯吹牛逼 你看现在这所有的政策 这些政策指向全他们是孩子 全本孩子去做 让你去他们生孩子 就是这样啊 对不对 你看这各种各样的政策 所以就这么简单吧 就这三点 第一个 我要打压你这种高度自我认同群体 让你别他妈给我出事 第二个 我要站在道德高地上 道德小山包上 我得往下冲 对吧 我证明我自己是道德高尚的 我应该是领导 领导你们大家向前走 对吧 第三个 打压这些群体 让他们回归家庭 然后让他们去他妈生孩子去 就这三点 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目的 所以您看这一下 三年时间 三年时间 对吧 一下整个的意识就退回去了 就退成了非常早期的一个意识形态 倒车 历史之倒车 轮子转的也他妈飞快飞快的 是不是呢 好 就说到这吧 谢谢诸位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